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现在的人容易用表象或者是主观意识来看待事物 那这样很容易陷入两缘对立的思考当中 就像生根灭和花开花落一样 它其实都是作用 生命的本质其实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 我自己就是观察自然界的景物 并且把自己的生命经验 还有对生命的一个感悟把它传达在作品当中 融入了禅学 哲学 还有心理学的一些想法概念在里面 和探究生命的本质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呢 可以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的人生 这一件作品呢 是我这一次主要的主打作品 那作品名称呢 叫做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这一个名词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 金刚经里面的因无所助而生起心 那无助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不攀缘 不执着 不起心动念 那身心呢 就是生起清静心 我们的外境呢 它其实就像这些花一样 非常的美好 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一直随着这些外境起伏的话 那我们的心就会一直波动 而不会平静 所以我利用山的静 跟动植物的动做一个对比 如果我们在动静之中呢 都能够不执着 然后不烦恼 把习气放下的话 那我们的心就是会非常的平静 然后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和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